《真观之志》 我们讲到《真观之志》 《真观之志》呢 你去翻教科书 我上课没有使用教科书 没有指定任何一部书为教科书 所以你们翻哪一部都可以 用哪本书都可以 你去翻一翻关于《真观之志》怎么总结的 两条我所见到的 当然这些年新出的教科书我没看 现在不读书不学无术 以前看到的就是两条 一个是用人一个是纳见 《真观之志》它成功的特点 用人 《真观之志》 《真观之志》成功 这两条总结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李世民手下人才积极 唐朝初年 一个国家开得盛不盛 你可以看 气势 整个格局大不大 国家的胸怀度量宽不宽 整个政策是不是大气磅礴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时代是不是群星灿烂 人才都出来 这一种局面要没有 不要说国家 从国家到单位你去看 一个系一个单位 只有一两个有名的教授 完蛋了 应该是很多成群的 所以李世民手下人最多 可以说用人之圣 很少人能和他比 文官武将 他用防玄灵做宰相 防渡 打仗的李静 托他李天王 李吉 后面多了 这个数不胜数 所以顶尖级的文武官员 几十个数出来 没有问题的 同时并存在这里 还有第二个他用人 五湖四海 政治最喜欢讲帮派 所以政治一讲帮派 格局是越来越小 所以现在从政 你就一定要先去看 哪个组织认对了 认错了就完蛋了 认了一个组 跟着一个集团就上去 集团上去 要不然这个集团上 要不然那个集团就下去了 越搞圈子越小 李世民要打破他 他用人之圣 在我五湖四海 李世民打天下 不完全是靠军事力量打下来的 军事不能解决一切 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归结到 拳头可以解决 如果都这么想很麻烦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文化急功近利 大家都想说能不能用最高效率的办法解决 最高效率的办法就是拳头 这个谁都知道 这个最快 所以美国人说了 手里拎了一把大锤 什么问题都是铁钉 直接把它钉了就完了 但是不可以 所以李世民打天下 有很多实际上是既打 又用政治手段 把他招服了 震慑他 让他归顺 归顺了 对方的人才 只要是人才 我都用 这个气量非常的大 因为政治是包括很多风险的 你能用 而且用在关键岗位上 他忠于你 他这个财干就发挥了 他不忠于你 他造反 他作乱 他在关键岗位上 你能管得住他吗 所以一个人的本事 不是说你这个集团能搞起来 而是我什么人我都能振得住 他唯我所用 这就是你的本事 这就是领袖的材质 所以你看用的 他手下人真是五花八门 你看那些群莹会萃的这些人 你去看他的出身 李世纪瓦岗军的 而且李密死的时候 李密投降了唐朝 那瓦岗军表面上都归顺了 后来李密出逃被杀了 杀了大家都犯计了 现在是唐朝的 统领天下 谁敢去给李密收尸呢 好 李吉去收尸 这对唐朝是表明 我还是认我的救主 这个意气我要尽 容忍他 用他 三军司令交给他 军权交给他 坚决不投降唐朝的 和唐朝使兵到底的 瓦岗军的那个汉将 善雄信 也是隋唐演义里面一条好汉 是真实的人物 善雄信 我就不服 我跟李密跟定 所以 站到最后被李世民活捉 那么 这个罪该杀了呀 坚决不投降 那必须杀 李吉又来了 跟善雄信讲 咱们是接拜兄弟 今天我是唐朝的将军 但是我们是接拜兄弟 首先是兄弟 所以今天 于国法你必须死 于秦我要送你 隔腿上的肉 给善雄信吃 吃了以后才处斩 不是他去杀 这个意气要紧 但是这些是给唐朝看的呀 给李世民看的呀 李世民会什么感想 李世民就是有这个大度 有这个胸怀 觉得李吉做得对 这么重意气重情 敢在我面前这样做的人 以后他不会背叛我 所以李世民不是那个小鸡肚肠的 小鸡肚肠的人 看了就吃醋 就妒忌了 你竟敢这么多 老子整你 那就完了 这个就越做越小了 所以李世民就这么用 再用一个唐朝鼎鼎有名的 这个纳建的建成 魏征 魏征是我非常推崇的人 两个水朝一个李德林 唐朝一个魏征 两个人真是有深谋远虑的人 魏征是李建成的心腹 所以当时李世民和李建成在征继承权的时候 魏征就劝李建成 你不能心持手软 不要以为这是你弟弟 你及早动手把他杀了 这事情才摆得平 其实李建成多少还是觉得这是弟弟 没舍得下手 好 李世民动手了 先把哥哥给杀了 杀了以后 哥哥这些手下的人都抓来了 第一个要杀的就是魏征 李世民把魏征拉上来 告诉他 你挑拨我们兄弟关系 挑拨我们骨肉相残 今天你当战 你有什么话说 魏征说 你哥哥就没听我的话 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要杀头了 他还是这么说的 李世民说行 你是条汉子 放了 用你 用了以后 他就是这个脾气不改 对李世民他认为不行的事情 我就是顶你 顶到你没脸 顶到你下不了台 我也要顶 我也要坚持到底 所以在朝堂议政的时候 有几次 李世民是气得不得了 他的建议 魏征坚决顶回去 军城在那里辩论 你想象 现在领导说话 有哪个敢说一句 不同意见 他顶 辩论 而且道理一套一套 讲得李世民哑口无言 李世民只好拂袖而去 一路恨恨不平 跑到后宫去说我一定要宰了这混蛋 然后他的太太长孙皇后 问他你要宰谁 就那个魏征 让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在这个朝堂上把我顶成这样子 我一定要杀了他 掌声皇后 赶快 这个衣服一摆 非常端正的跟他说 竹贺皇上 你有忠诚 我要竹贺你 李世民一听 啊 气消了 有道理啊 魏征坚他 是为了国家呀 就这样子 君臣一直相伴到死 一路草草几十年 所以呢 这个用人 你不能不说李世民是特别能用人 什么瓦岗军的 什么他哥哥的部下的 都是用在关键岗位啊 一个掌军权 一个掌行政权的 都用 所以这个用人毫无疑问 那件不多说了 魏征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 唐太宗很能听见不同的意见 曾经想聪明 后来人家马上跟他讲 你做领导人 你不能在部下面前显示聪明 不然人家不敢跟你说话 所以做领导人有学问的 在人家面前装的没学问一点好 有学问大家都知道你在肚子里 不要拿了一点学问就去晃 那种晃的基本上学问都不会太好的 那动不动就弄个什么问题 让你达不出来 然后再激你一下子 就像什么像杨修那样的 即到最后潮潮都忍不住 把他咔嚓给斩了 小聪明 李世民也想白白小聪明 你做皇帝 不要 让部下聪明 你不要聪明 你重要的是要能听到不同的声音 即时广义 你是坐在总览全局的位置上 而不是在发号司令 今天没有领导原因在哪里 每个都是要发号司令 以他的脑子取代所有人的脑子 他的那一点知识 就代表了全中国的知识 不可以的 李世民就是能够即时广义 所以这个纳戒这两点很突出 但是后来我仔细一想 不对 仅此两点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清明的时代都是如此 你看到有哪一个清明繁荣昌盛的时代 不是用人纳戒吗 都如此 你可以接着数 玄宗也曾经有 后来赵匡映宋朝 结果一朝一朝属下来都如此 只不是程度有所区别 原则不变 所以唐朝的兴盛 为什么呢 达到中国鼎盛时期 它有更大的格局 有更深的背景在里面 我觉得有两条 第一条呢 唐朝是高度的开放 这个你明显 后面的王朝都比不过它 这个开放是建立在唐朝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政权上 从魏晋以来 从五胡十六国以来 中国历史最严峻的问题 就是民族问题 五胡进入华北 民族压迫了一两百年 民族压迫不是光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是杀人的问题 哪个民族进来 大规模的屠杀 特别是杀汉人 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 关于汉的这些词汇 大部分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只要有跟汉这个字 沾边的词汇都是骂人的 都是贬义词 胡人看不起汉人 你被我征服了 你无能 你不能打仗 你不是男子汉 所以你就是个汉子 你就是个汉人 你就是一钱汉 汉狗什么汉都来了 所以这个民族矛盾非常的尖锐 杀了几百年血海深仇 家家都有 到唐朝 这个民族界限完全消融掉 完全融为一体 你要融为一体 各民族必须平等 什么民族你都能接纳 所以唐太宗实行了一个最成功的民族政策 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去研究的 我们今后也会遇到民族问题 中国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最成功的两个王朝 一个就是唐 第二个就是清 清朝的民族问题也解决得很好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好好地研究 李世民不断解决国内的民族矛盾 甚至跟周边的这些不同民族的国家都能相处得很好 不只是说你武力比人家强震慑人家 到最后是人家心甘情愿地推举李世民为天可汗 共同的皇帝 共同的领袖 推举出来的 这是李世民一生引以为豪的事情 是人家推举我为天可汗 心诚乐福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开放性的特点 所以唐朝什么都开放 城市是开放的 一个长安 几十万湖人住在那里 广州 扬州 哪个城市都开放 开放才能使得社会的各个方面 流动 一个社会必须流动 一个社会凝固了 它就会往下 往退步走 阶层的流动 人员的流动 各方面都要流动 你就要有个开放的环境 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 这个开放 支撑这个开放 或者说互为因果的第二个因素 正观之志 是多元文化 唐朝不搞单一文化 唐朝也知道 国家要重建 从五胡十六国以来 一个核心问题 我上课一再强调 国家要有文化 国家不能只有暴力 不能只有量化考核 不能只是急功近利 一定要用 让人家能福的文化 这个文化表现在哪里 每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 就是向心力 所以国家是一个凝聚 把你凝聚在一起的 靠什么凝聚 不是靠暴力 所以这个文化 李世民要建立 五胡以后 他也觉得中国的必须回归主流 中国的传统是什么 是儒学 儒学是主流 虽然受到冲击 但是不管怎么冲击 你拿不出第二个东西能取代它 所以儒学我们要扬弃它 不好的应该抛弃 每个时代都在扬弃儒学 不符合每个时代的东西 我们都应该抛弃 坚决抛弃 但是主流的东西 符合中国这个社会 中国人性格 中国民族性的东西 你要继承 这才是真正的继承 就像我也在说的 武士打倒孔家殿 打了一个钟打了一个孝 今天我们把孝捡回来 北大刚刚立条 以后考研究生 不孝不能入学 我看这个北大如果是这一条 差不多可以降格了 可以加一个字 北京的大学 不是北京大学的 不行的 孝是山穷水尽的 孝就是愚忠 孝不是一个人伦的问题 只有在孔子讲孝的时候 才是人文问题 到国家来讲孝的时候 孝已经是一个愚忠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武士运动 要打倒孔家殿 就是要冲击这个孝 不冲击这个孝 中国人就没有办法 从古代社会那种专制的禁锢下解放出来 不是说要叫大家去恶待父母 而是不能从专制的置顾下面解放出来的问题 所以像这种东西 像今天这种社会 如何重建一个和谐的家庭 这是我们遇到的问题 我们要去重建它 但是我们不应该 已经被我们抛弃到垃圾堆的东西捡回来 然后不像不能入学 我都不知道北大要怎么定 这个孩子笑不笑 最后又出了曹操那个九品观人法 我上课一直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那种 那种什么道德高尚可以量化的那种人 曹操说要认人为贤 最后那个政策是认人为家事 因为我首先要问北大 你告诉我 笑怎么打分 怎么体现出笑 你们这里有没有人举手说我不笑 哪怕有的都不会举手 那怎么打分 但是很可怕 鲁迅写那些小说的时候 这个锋芒就指向笑 说你个不笑你就完蛋了 这个说你不笑是信口可以说的呀 你现在孩子个性都比较强 回去有没有跟父母亲吵过架 有吵过吗 那就好了不笑了吗 这可以铁定不笑 不信我给你颁清朝的法律 清律明文规定 骂父母 处什么行 绞刑 赏你一个全师 算宽待你 重骂 甚至动手 什么行 崭刑 这就是笑 所以鲁迅要冲击他 你去读那本书 屈同族写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你读了你就知道 笑就是一个血淋淋的吃人 鲁迅说的不是我说的 所以这种道德主义张扬起来 要说你一个很容易 要证明你好很难 所以这个要重建 李世民效的很大的功夫重建 他定了一个什么五经正义 他还是回到传统来 当时候还没有像今天定到十三经 因为古代做学问 大家也就通一到两大经 经里面分大经小经 通一大经 通两大经 那都是顶尖的大家大学者 只有今天才有那些本事更高的人 能够一口气教十三经 那我都佩服得五体头地的 所以定五经就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建立 那这一个呢 它的强制性是很有限度 就我国家 我选拔我的官员 那么这个意识形态我总能做主吧 那你必须按照五经来考 你能过五经这一关 我才录用你 至于说你不考国家官员 那你爱什么经 什么经吧 你爱读老子 庄子 什么子你都可以去读 所以这是多元文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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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